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手牵手手我们一起走 那手牵手手幸福家加油 到各地去表演 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他们 到底风事业电影团 还有电影三太子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赶快去看看这次照哦 电影团一出场 立刻吸引大家的目光 路过的人停下了脚步 还有人拿起相机猛拍照 还有还有 你看看这位小朋友 还跟着打拍子呢 这不是最近红到国外去的 电影三太子吗 可是看起来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 谢谢我们金门风师爷电影团 带来的精彩表演 风师爷电影团 不是电影三太子哦 累吗 累吗 对 嗨吗 刚刚 嗨 还蛮嗨的 很多摄影机 赞 三 二 来自金门的风师爷电影团 是一群金门孩子 加油 在团队中 总是带领大家喊拍子呼口号的姿语 很有大将之风 就连接受访问 他也不确长地跑第一 可以学到很多部样舞步 然后也可以认识很多好朋友 对 所以姿语连妹妹都一块拉进来 妹妹更厉害哦 电影团的编舞工作 都是他一手主导的哦 就先重复歌比较简单就先练 然后比较难的就一直重复那一段 然后跳跳跳 然后真种歌跳完就交下去了 加油 加油 而另外一位负责跳风师爷的 是陈佩青 感觉有点害羞的他 练起步来却是最认真的 什么地方让你觉得比较难的 有啊 像继舞步的时候 因为他原本就有点肌体不卸掉 他之前还会练到哭哦 他是那种很努力的那种型的 然后就会一直私底下在旁边 然后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 一旁的演艺族马上帮佩青接话 对于自己要什么也最有想法 风师爷定音团里除了这四大金钗 也是有男子汉的哦 像是黄柏睿 全团年纪最小的就是他 但是扛起风师爷 一点也不输给其他人哦 好玩在哪里哦 其实你跳这个人家也看不到你啊 就也不知道你是谁啊 所以就比较敢跳啊 然后动起来下面很开 就觉得还蛮开心的 年纪最大的 则是今年要升大学四年级的刘永敬 问他为什么想要来跳这个 他的回答是这样 就兴趣吧 当作是学校以外的社团这样子 对啊 然后想说带下玩偶的感觉是什么 一开始是藏鲜 然后后来就跳出兴趣 然后就一直待到现在 不过这是官方说法啦 旁边的博瑞忍不住爆料咯 有时候我们在练的时候会买些吃的 还吃啊 所以就练一练吃一吃 然后就等下一餐就行了 不管是为了便当还是兴趣 就六个人平常利用课余时间练舞 自动自发不用督促 就连跳舞的歌曲和舞步 也都是他们自己讨论自己排练哦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你跳错吗 有 有 有 你这边滑 滑 三 四 四 谁说电音团一定只能跳 传统的庙会歌曲 韩文歌他们也很在行哦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其实 风十野电音团也是跳庙会起家的 为了和其他地方的 电音三太子有区别 这群金门小孩想到了故乡的守护神 风十野 他是我们的守护神 我们要把他变成蜜王 就是可以动的 对 会动的风十野 因为人家都是三太子 所以我们就走风十野 对 就不一样 三太子变成了风十野 模样逗趣又可爱 可别以为穿着风十野跳舞不会累哦 这每一尊风十野 都重达十二公斤以上耶 这也让大家吃足了苦头 空间的限制 可能头会去撞到那个壳 对啊 所以有时候也是难免的 然后就是肩膀 因为它你跳起来的时候 它娃娃会往上 然后是掉下来 然后就是有时候跳完回家 那个肩膀都噩声 不过即使如此 大家还是很喜欢跳 也在金门地区 成为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超级天团 不过大家可没因此自满哦 今年暑假风十野电影团决定 要来游台湾 风十野要来游台湾 可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哦 所有的器材设备 通通要装箱 搭船运到台湾 但是大家还是很兴奋 就很多观光客都会主动跟我们拍照 然后我们就会叫他们去FB 帮我们按赞 我们请到我们金门风十野 金门的表演 我要去拍照 在台北新衣区的街头 风十野参与了活动演出 下了台 民众抢着跟他们合照 很可爱啊 第一次看到 小朋友也很开心 这真的很有文化特色 那不是金门风十野 真的哦 所以从金门过来的 太棒太棒了 因为风十野很可爱 所以我希望跟他们拍照 不止如此 风十野还去了国父纪念馆 中正纪念堂 还去搭了猫空缆车 就连中南部的新港丰天宫 新盈的太子宫 也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哦 所到之处 哇 看得出来 风十野真的很受欢迎呢 跳完之后就会把它拿起来 然后大家都会看到说 怎么是女生 然后就会来问我们说 我们辛不辛苦 累不累 当然 遇到诗出同门的电音三太子 也展现了好友谊 我们内容开光 不尝试的风十野还现场开课 教小朋友怎麼跳蜂獅野舞呢 台灣已經知道金門有蜂獅野這種東西 可是不知道我們的蜂獅野 可以變成網偶這樣跳 就像台灣三太子已經傳到國外去了 然後我們想說先藉由蜂獅野 先到台灣 然後再從台灣發揚出去 到世界各地這樣子 然後看有沒有一天 我們也可以背著蜂獅野 然後遊遊全世界這樣子 可以幫金門打廣告是好的事情 對 在我們拍攝的過程中 不需要交代 這六個金門小孩永遠都是自動自發 一個眼神就知道對方需要幫什麼樣的忙 穿上蜂獅野裝就好像是上了花條 賣力的舞出活力 在享受掌聲的同時 他們知道 他們要讓更多人認識金門 所以帶著蜂獅野 他們屬下了這樣的心願 我們有團隊的世界 YA 哇 金門的蜂獅野電音團真的好厲害喔 這一次的遊台灣行程 不僅讓團人們有表現的機會 也讓更多人認識他們囉 說不定 以後他們有機會 可以到國外去表演 跟電影三太子一樣 成為台灣之光 大手牽小手 我們一起走 大手牽小手 幸福加加油 我是彤彤 有環島夢想的 除了金門蜂獅野電音團的小朋友之外 還有這一家人 當時才小學一年級的郭伯義 和他的兩個姐姐 和爸爸媽媽全家人一起單車環島 一路上遇到了好多的困難和意外 到底是什麼樣的力量 讓他們堅持到最後呢 讓我們趕快去看看吧 星期天早上 小學二年級的伯義 還有兩個姐姐品魚和品辰 假日他們沒有賴床 早早就起來了 準備全家人一起騎單車 換好衣服 戴上頭套還有安全帽 哇 大家都全副武裝 非常的專業呢 品魚和品辰 還戴上了太陽眼鏡 要保護眼睛 一切準備就緒 大家出發囉 平常就喜歡接近大自然的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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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利用星期假日到戶外走走 而騎單車 更成了他們最愛的休閒方式 而騎單車 更成了他們最愛的休閒方式 大家在不累啊 不累啊 不累 那我們一起去韓港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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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好 好 好嗎 單車環島 真的還假的啊 博弈才剛念小學耶 而品魚和品辰 更是兩個秀氣的小女生 他們辦得到嗎 環島 不不不 爸爸可是認真的喔 不只開始努力搜集資料 看是要走哪一條路線 每天要完成的進度到哪 大家還把想去的地方 偷偷規劃進來了 嗓子吃 這個很好吃耶 這什麼 台灣牛牛肉麵啊 東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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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有去吃過啦 這個我們上次有去錯吃 好 好 好 要 要 想去的地方這麼多啊 那行程排得完嗎 而且就在這個時候 大家紛紛提出了疑問 開車那可以到帳篷嗎 不可能啊 誰要背啊 而且你又不是只有帳篷 你還要帶棉被什麼 最大耶 很重耶 欸 這個行李太多 否決 好 要可以坐好一點嗎 對 我們這種住校要十幾天耶 對啊 很花錢 對啊 看看啦 到時候再坐 天啊 你以為這是高級旅行團嗎 不行不行 要省錢 有沒有很多波啊 有啊 二十公里連續上波 我最討厭起步了 就只有那個波而已啦 其他就都是 腳沒有力 上上下下下下下下 媽媽 提議說要環島的不是你嗎 怎麼感覺最弱的也是你啊 不可以這樣啦 要做小朋友的好榜樣啊 就在大家把所有疑問 都討論出共識之後 博弈突然說 要帶這隻去嗎 蛤 妳要帶那隻 那我也要 我也要 帶這個可以嗎 帶這個可以 可以啊 那就帶這個啊 這比較小的 那你們要自己背喔 自己拿喔 好 好吧 為了讓三個小朋友有動力 就讓從小陪大家長大的小貓咪 跟著大家一起去環島 於是 爸爸跟公司請了兩個禮拜的假 姐姐和弟弟也跟學校說明 全家要去環島的夢想 一家人從北投的家裡出發 展開他們為期兩個禮拜的 單車環島旅程 因為平常一家人都有在練習騎單車 所以大家對此行都充滿了信心 但是沒想到在第一天就出了狀況 爸爸發現弟弟很累 然後我們就很擔心他會打瞌睡 然後爸爸就一直看著弟弟 結果反而是姐姐打瞌睡 因為那天太早起來了 天啊 真是太危險了 不過考驗還沒結束耶 當天下午就碰上了大雷雨 狂風暴雨當中推著 腳踏車走的時候 他還是講了一句話 爸爸為什麼要叫… 加入說 我要叫出來就吃了 我說爸爸還會叫救護車 因為那時候封面很大 他往前進他說 爸爸還會叫救護車 對啊 到了第三天 平瑜還掛了病號 半夜有點吐痛 然後我今天以為 可能上廁所就好了 然後可是 早上起來就更痛了 在那邊去逛一下 然後我們在試 然後他在飯店睡覺 不過旅途中也是有好玩的喔 媽媽的好朋友剛好打電話來 馬上就邀請全家去做客 然後他就很驚訝說 你要騎腳踏車來高雄 然後他就說來趕快來住我家 就很豐盛的晚餐 然後隔天早上他又做了很多 就是很豐盛的早餐 這邊好像有那個燒餅很有名 還特地幫我們去排隊 然後買給我們吃 然後讓我們帶上路這樣 品塵和博弈 對於小動物 則是印象特別深刻 所以有一條腿斷 受傷來斷掉 然後因為他 他自己拔掉 因為他那個之前被那個 胡托家夾到 然後後來他就進房子 所以就亂掉了 路邊條時候準備要過馬路 往旁邊爬 然後還有一台車壓過去 下腿了 就連學校老師還有同學 都自己錄了加油的影片 傳上網路幫忙替全家人加油打氣喔 品宇 看我特地剪得跟你一樣的頭髮 來為你加油 雖然你瘦瘦的 但是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加油加油加油 台北的你 謝謝 一路上 一家人感受到朋友 或是不認識的人 濃濃的人情味 環島的進度 也從西部騎到了東部 不同於都市的風景 也出現在眼前 就是海很漂亮 然後有時候 就是去到那個民宿的時候 他後面有也就是很像那種 這樣才會在電影出片的那種場景 很漂亮 一家人從北到南 從西到東 繞了台灣一整圈 你看博弈 晒到手臂都脫皮了 不過大家也終於完成了環島的夢想 這14天 全家都在一起 很難得有這樣的時刻 然後一起好像有點那種 同甘共同的感覺 我也很驚訝說 我的小孩居然在這過程當中 居然沒有一個人喊說 我不要再繼續騎 就是覺得他們實在太棒了 他們的耐力真的是很好 比我想像中的還好 因為每個人都幾乎是 自己帶自己的東西 雖然品渝跟品辰說 環島好累喔 但是 講起這一次的單車環島經驗 還是很美好的喔 雖然這個這次很辛苦 然後很艱難 可是我覺得還滿值得的 因為那個可以換來很多 跟那個家人相處的時間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最後回家的那一天 最後那一天我第一次覺得 淡水超大的 然後回家的時候超高興的 或許有爸爸媽媽會問 兩個禮拜不去上課 會不會跟不上同學啊 博弈的爸爸媽媽 卻有不同的想法 課業並不會影響到 他未來的人生 但是在他的人生經驗當中 卻是 反正是一個很大的體驗 學到很多啊 我是這樣子 而且就是 也不一定要講多遠大的那種 怎麼講多遠大的 說要有學到什麼 可是我覺得這是這 這兩個禮拜 家人相處在一起 就是一種很特別的體驗 可能有很多人 都有環島的夢想 但真的付諸行動的人 並不多 這一家人用實際行動 完成單車環島的夢想 對品魚 品辰 還有博弈來說 相信一定是他們一輩子 都很難忘的回憶喔 兩個禮拜的環島行程 雖然一路上很辛苦 但是這趟旅程 讓全家人的感情更緊密了 也成為一輩子難忘的回憶喔 今天的節目到這裡告一段落 還有更多的幸福故事 要與您分享 讓我們一起為幸福 就加油